我們非常遺憾 關於這些重大的民生議題 當我們最高行政所長 蘇院長 面對國會議員的認真質詢的時候 都不正面回答問題 試圖轉移焦點 那去年 我記得去年 前年 去年開始有缺水 有曾經缺水 然後缺 缺疫苗 後來到年底缺蛋 到了今年年初又缺電 政府說沒缺電 但是跳電 停電 但是我們看到蘇貞昌院長 還是把他的心思 心心念念放在 這個攻擊在野黨的國會議員身上 我們還是奉勸蘇院長要趕快辦正事 因為我們國家的強大 還是必須要有強有力的經濟發展 作為基礎 那要有好的經濟發展 不管是人工 水電 這些基礎設施都是相當重要的 百姓也不能受實時跳電之苦 呼籲蘇院長趕快回來辦正事 你會不會覺得說 因為過缺書的他們不是都衝衝衝 那現在會不會是缺缺缺的內閣 對 這個比喻非常好 去年底缺蛋到今年初缺電 到去年的缺水 再往前的缺疫苗 真的是一個缺缺缺內閣 我們希望院長實在是要以名為念 不要整天就是只想攻擊在野黨的議員 還是真的要認真做事 不要讓現在這個行政院變成一個缺缺缺內閣 請問一下 我們很遺憾 走到今天大家常常在討論的議題都是會不會打仗 那如果打仗的話誰開第一槍等等的這些議題 以前馬英九總統執政的時代 我們都在討論是不是有更多的觀光客 那是不是經濟發展更好 那就業興盛 旅客多 以前都在討論經濟發展如何更好 人民如何生活的更好 現在都在討論如何不會打仗 是不是會打仗 那什麼時候我們國家走到這個地步 所以不管是第幾槍 誰開第一槍 這個都不是人民所樂見 我們真的希望這個政府要懂得必戰 這個非常的重要 大家看一看烏克蘭 我看400萬的這個難民 早上我看還有35萬的人民 游離思索缺水缺定 過著很不人道的生活 不管是誰開的第一槍 不管我們多堅強 不管對方怎樣 不管我們怎樣 如果戰爭發生在我們的家園 受苦受亂的是我們每一個人 政府要做的真的就是必戰 然後好好的把自己的經濟發展好 這個才是聰明的政府 這個才是我們要的政府 女人想要問一下 因為國民黨的電影 想要申請去改這個內容 諮詢能不能反諮詢 但是維瑋其實說 維瑋是為了要救產外安全的調查 其實理論上如果這個法條不改的話 這也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 就是本來身為行政首長 他有接受國會議員 他有答詢國會議員的這個義務 我覺得蘇院長真的是很故意 他就是沒有一點民主素養 竟然把所有事情都要寫著這麼白話 每一個字他才願意 或者甚至他還不願意遵守 請他不要再轉移焦點 行政立法是權力分立的相互制衡 這個是民主國家不管是權分立的國家 這個都是一個基本原則 答詢國會議員的回答 本來就不應該反諮詢 他只是他故意說沒有寫成法條 所以他就 就說那就是他可以這樣子做 這個院長對自己的標準要求實在是太低 所以更何況 昨天聽到一句話說得很好 人家說宰相杜里能稱傳 行政院長可以稱之為國之宰相 但是他的這種鬥雞式的性格 是真的對國家的民生發展是不利的 他真的應該要趕快多辦正事 想想百姓缺電之苦 想想百姓沒有雞蛋可以買 什麼東西都很缺乏 然後還要生活在戰爭的恐懼當中 我奉勸院長趕快辦正事 我想政府在做這些政策判斷的時候應該 那現在外界分析說 會不會是一個最佳時期 即是對於政府來說 因為畢竟中央選舉要到2023 但是現在在總統沒有連任的壓力 所以如果考慮要年輕選票的話 現在或許是會延長政法 延長平衡 不會因此而流失 我想政府在做這些政策判斷的時候應該 我當然知道民黨政府做很多事情 政策判斷都是在考慮選票會不會流失 但是有關政兵這個議題 政府實在是執政黨實在是不應該 在考慮所謂的有沒有選票流失 因為捍衛自己的家園是每個人應盡的責任 然後在戰爭的時候 如果每一個人你沒有相當的技能 你去當兵學習相關的專業技能 事實上是對每一個人也是對自己的保護 如果萬一有一天發生戰爭 馬上你要從事什麼工作 你有什麼技能來保護自己 所以四個月的兵役 現在來講做一個專業的訓練來講實在是過短 所以把它延長為一年是相當適當的 而且在這一年中至少要學習 某樣專精的這個技能 那不管台海的情形是怎麼樣 至少萬一有事 可以捍衛國家也可以保護自己 我覺得年輕選民也要想清楚了 去當兵雖然是苦 但是這個避免戰爭如果政府做不到 我們就應該學習怎麼樣保護我們自己 對 對 他說還有 我們當然知道 鄉下有很多小動物 我們也知道這樣的情形是會發生的 那政府存在的目的 不是告訴我們跟我們一起說 好遺憾有這個鳥會飛來飛去 有這個人他說還有什麼蛇啊什麼的 有這些政府如果只會跟 一般的百姓一起感到遺憾說 這個不能怎樣的話 那我們這個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沒有了 政府要做的目的是防範於未然 遇到這樣的情形不會是第一次發生 那有什麼樣的防範機制 不會說讓一隻鳥因為觸碰到 就造成這麼多戶的這個停電 在設備上的改良 在這個或者是巡查或者是設備 或者是什麼防護機制上的這個 開關上這個整個 保護機制上的做法 應該都有更好的機制 身為經濟部長不是告訴我們說 鄉下還有很多小動物 他要告訴我們說 台電打算怎麼做 讓這種情形減少發生 要趕快做出來 確定之苦 我一直在強調一點 我一直希望說 台電應該不定期的 對這些政府要員的家裡 不定期的做跳電 做停電的行為 讓他們突然也許洗澡洗到一半 突然沒有電 熱水變冷水 然後突然這個 在家裡的話 發生一件事情突然就是 燈就熄滅 不定期的 這樣子他們才能 真正的感受到百姓缺電的痛苦 才能真正苦民所苦 那你會不會覺得說 就是按照委員長的講法 把大陸不用打過來 拆一些小動物 我想這個說法 已經很多人都有說過 不管是 之前 之前我想 台電跳電的這個理由 不一而足 我們說過 沒有 沒有最扯 只有更扯 越來越扯 反正理由是相當 真的是非常的多元化 就是 曾經有一隻什麼貓鼻心 什麼碰到 然後還有一隻椅子碰到什麼開關 然後再加上 現在 反正各種情形都可能 可能發生 這個理由 我覺得都可以出一本百科全書 謝謝 喜歡吃水餃 總覺得少一味的 來 這一罐是什麼 海皇XO干貝醬 直接來這個QR Code 快點GoQR Code 來幫我掃一下 快點GoQR Code裡面 有很多中天嚴選的商品 喜歡的好朋友們 千萬不要錯過囉 喜歡的好朋友們